首先对一个食管癌患者 我们要从思想上来做病人的工作 那么让他放松心情 乐观面对 积极地去面对治疗 放松心情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放松心情才能很好的配合治疗 解除顾虑 那么在饮食上我们要平衡膳食 那么吃一些高热量的 那么避免一些粗糙的 硬的热的 这些容易对食管造成损伤的一些食物 那么我们在食管癌的护理方面呢 我们更多的是从 一方面从心理上 另外一方面是从这个治疗的角度 我们有些的情况会积极地强烈地建议 患者放置营养管 那么给患者一个多的营养的通路 在患者治疗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疗效之前 我们放置营养管 会给病人解决一个营养的 另一个途径 那么让患者通过这条营养的通路 能很好地 那么让患者通过这条营养